10月29日,美国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玲在上海城市推介大会新闻通计会上表示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已经具备生产能力 现在正在等待相关审批流程 流程结束后,马上可以正式生产和销售 我们预计的产量是一周三千,就是一年十五万 这个是第一期的预计产能 可能很多人就知道特斯拉的这个车是我们的产品 但其实特斯拉的生产线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产品 所以在上海的这个工厂里面呢 我们充分地实现了不光是快 就是说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同时它的科技含量更高 就是我们非常非常有信心将来这个工厂出来的产品 一定是世界级的品质的 我们给它的内部给它的一个定义就是 中国的工匠精神或者说上海的工匠精神 和硅谷基因的一个完美结合 作为第二次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厂商 美国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玲坦言 进博会给特斯拉带来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据介绍罗宾丹霍姆也将首次以特斯拉董事长的身份来到中国 在进博会上和大家分享特斯拉的一些理念 可以一次性的影响很多有影响力的人 就大家通过这个展会对特斯拉 其实无论是产品还是公司的理念有更多的了解 那其实特斯拉的智能 包括特斯拉对就是说将来生活的改变 我们的自动驾驶 然后我们都希望在进博会上 让大家看到更多跟科技有关的 跟这个未来的驾驶和出行这种新的技术 和新的理念相关的一些新的这个展示 然后不仅仅就是只是展示一个产品 世界银行刚刚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 中国的排名在2018年46名的基础上 再次提升15位位列31位首次进入全球前40 采访中陶琳也特别提及了上海的营商环境 我觉得我们在上海的这个工厂就最好的说明了 就我们对这个中国和上海营商环境的 我们自己的一个判断 就这个也再一次证明我们当初的这个判断是对的 因为是特斯拉第一个海外工厂 首先我们选择放在中国 第二我们选择放在上海 如果没有营商环境的这种优化和改善 它速度不可能这么快 所以说我们有了非常好的梦想 但是正因为有很好的外部环境 所以这个梦想才真的可以变成现实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接着我看完整数换了